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先往明达 这个故事将近简文帝评价刘颖 以及孙新宫许玄渡这帮明流的交流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简文遇嘉宾 近简文帝有一次对西超西嘉宾说 刘颖与末后一小异 这个语在这里特指刘颖的观点理论 末后呢就是指他的理论晚期的观点 刘颖年纪一大把这个时候的观点啊 一小异就是和之前啊有所区别 回复其言一乃无过 但是啊再往前再复习一下他之前早期的年轻时候的这个理论啊 对比一下发现他一乃无过 就是一点啊错误都没有 就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刘颖这个人啊 思维缜密 这个理论啊无懈可击 孙新宫许玄渡共在白楼亭 共是一起 孙新宫许玄渡啊 有一次一起在白楼亭啊 在那儿胡侃 共商略先往明达 在那儿啊 讨论一下 评价一下 先往就是过去的那些啊 明达名流和贤达 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林宫 既非所观 听气云 直到林老和尚啊 是方外之人 不方便啊 参与这些俗世之人的点评 既非所观 就是不关他事 你们啊 都是当官的人 我是和尚 但是啊 也坐到那儿 静静的听完了 然后说 二贤 故 自有才情 二贤 就是孙新宫许玄渡啊 你们俩 哎 倒是啊 挺有才情的 有才华和情调的 当事的这些名流呀 你们俩啊 一个一个点评过来 点评的很妙 至于是好是坏呢 老和尚我不做评价 这个孙畜 孙新宫呀 和许玄渡这帮人啊 其实当时都是参加过 蓝亭集会的 就是王羲之写的蓝亭集叙啊 其实当时啊 是一本诗集 就是这帮文人顶级名流 在一起啊 会与蓝亭 饮酒赋诗 也就是说能够评价 先往明达的 这俩人啊 本身也是非常有资格的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静简文帝啊 对西超西嘉宾说呀 这个刘颖这个家伙呀 晚期的理论啊 和早期稍微有一点不同 但是我再往前啊 再复习他之前的理论 发现啊 思维缜密 无懈可击 孙新宫和许玄渡 一起在 白楼亭这儿啊 评价 过去的那些名流和贤答 知道林老和尚呢 因为呀 自己是一个方外之人 不关自己的事 在那静静的听完了 然后说 你们两个 贤答呀 评点的 也是非常有才情 非常精妙 最后 再跟标书完整的 朗诵原文 简文遇嘉宾 刘颖与末后 亦小异 回复其言 亦乃无过 孙新宫许玄渡 共在白楼亭 共商略 先往明达 林宫 既非所观 听气云 二贤 故自有才情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 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